到底还能如何疼惜大地呢 我们继续来看上海的慈懿志工 前往社区教导民众来制作环保酵素 另外志工也深入校园来教小朋友做环保 如果爱地球就是用走楼梯的 你们还爱不爱 爱 爱地球方式有白白种 即便是一首歌 也能唱出对家园未来的想象 留给我们的孩子 学童毫不保留的热情 让此机制工谈起环保更加起劲 教室内传授的是知识概念 教室外学的则是回收分类 不过最能够起他们好奇心的 却是这小小的瓶子 绕着从没见过的纺纱材料打转 让小朋友发现 原来爱地球微小的细节就是起点 另一个爱地球的起点 家庭只要简单几个步骤 就能做出志工手中 那瓶神奇的环保小素 那是非常有意义 因为它的用途非常广泛 就可以用作为清洁 我觉得做小素已经是 非常非常当务至极了 如果我们的所有的人 都不去做这个动作的话 家里的下水道是一个小的下水道 那我们的河流呢 就是我们一个大的一个水道 地球虽然只有一个 但我们珍惜它的心 却是无限 大约新闻 周上有志工 上海报导 我们转发建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